《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27号 我们今天节目呢主要谈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说美国在昨天辱华两次 两次践踏了中国的红线 那么两次践踏中国哪两条红线呢 就是第一个吊销了中国电信在美国的制造 从此呢中国电信在美国呢是没有营业权的 第二个最重要的红线也是中共最疼的那个尾巴被踩住了 也就是美国现在布林肯正式宣布支持台湾呢加入联合国 那么这件事情中共可以讲叫恼羞成怒啊 因为中共特别怕美国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上 尤其是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面支持台湾 一旦台湾进入了联合国不就变成了这个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吗 这是中共几十年来从毛泽东那个年代就坚决要防范的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正式宣布支持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 那么第二个话题要跟大家谈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大清洗清洗到谁呢 清洗到李克强也就是现在习近平除了要求李克强 承担整个这次能源危机的罪责 而且马上把李克强原来的办公室主任叫石刚啊 把他解职了也就是李克强的大内总管 原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石刚呢现在被国务院呢宣布就解职 那么同时呢要追究李克强在整个中国这次造成的这个断电危机 能源危机方面让李克强承担所有的责任 实际上习近平已经开始对李克强和李克强的手下开始清洗 那么这个清洗显然是习近平安排他自己二十大连任 以及对中央所有高官的布局 与包括李克强未来的走向呢做出这一系列的调整的措施 那么究竟习近平要达到什么目的 为什么现在要把李克强推出来做替罪羊 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两个主要的话题 那么先说第一个话题也就是美国昨天呢两次辱华 那么关于中国电信被美国下架 在美国取消这个制造的问题呢 这在美国呢已经呢讨论了很长时间 从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 那时候就准备要吊销中国几个电信公司 包括联通啊包括中国电信啊在美国的营业权限 那么现在呢正式决定就是吊销中国电信呢在美国的制造 这一点上来讲呢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也就是美国现在决心要阻断中共 它这个电信网络呢在美国布局 那么中共被美国呢停掉它的电信网络呢 也在它的意料之中因为跟美国的关系在这嘛 美国不会允许你中国这些电信网络呢刺探到美国呢 哪怕是美国普通民众家里面的这些数据呢 给你中共收集呢美国是不会愿意的 所以说美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 以及从美国保护他们自己电信网络安全的角度都会停掉 像中国电信带有收集美国各个千家万户 带有收集他们数据 然后给中共提供各种分析能力的这种情报来源 所以这是美国一定要斩断中共电信和中共所有的电信网络 在美国布局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随着华为美国对华为的打击 以及对中国所有电信网络在美国的布局呢 美国呢一直呢就是对中国呢要斩断他们收集美国信息 然后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国家安全的威胁 所以这一点呢美国呢从自身战略角度出发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角度出发 绝对不会给中国再留任何面子 那么第二个问题对中共就刺激很大了 就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啊 也就是布林肯正式发表讲话 美国全力推动台湾进入联合国 那么布林肯这个讲话的话 对于中共来讲就是完全刺激了中共 因为中共呢一直是不愿意呢 联合国里面有台湾的身影存在 当年中共加入联合国就是要把台湾挤出联合国的 所以说呢中共认为美国已经违反了中美之间的所谓三个联合公报 只承认中共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是世界上唯一的合法政府唯一的合法代表 只有它才有资格在联合国呢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在全世界代表中国 台湾早就被中国赶出联合国 所以说台湾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 或者是成为一个世界国际组织里面的一个成员国 台湾是不允许它以这个主权成员国的地位 参加世界上任何这个国际组织的 这是中共一贯的强调 但是美国有美国的手上 美国除了这次要求全面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 台湾加入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 除了有这个要求之外 第二个美国明确就告诉中国 根本不存在什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里面 对中华民国对台湾当年挤出联合国 美国是同意的 美国当年就没同意中华民国离开联合国 是中共一手策划了很多国家最终通过投票 然后强行把中国纳入联合国席位 然后把台湾挤出联合国的 美国是不同意的 美国的提案是要保留台湾继续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存在联合国之内的 所以说当年美国就是这么去做的 只是中共现在不断地混淆视听 在中国所有的小粉红里面 以及对那些支持中国拿了中国好处的那些国家 跟他们宣传就说当时美国是同意把台湾赶出联合国 就是中华民国取消他联合国的席位 中国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的 所以说美国当年是同意的 美国现在出二翻二 中共现在就是倒打一耙 说是美国出二翻二 实际上美国当年在中国进入联合国时候 美国是同意中国作为联合国其中一个代表 进入联合国的 这个美国是支持的 但是美国是要求中国你进来归进来 中华民国仍然保留 就是不存在你中国来了以后 要把人家中华民国赶走的 这个历史史实交代的很清楚 但是中共现在就在混淆是非 然后呢倒打一耙指责美国 说是美国你当年同意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时候 就是同意把中华民国赶出去的 你现在要把中华民国重新赢回联合国 就是违背了你当时在联合国的章程 以及违背了跟中美之间的所谓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的地位公报 因此呢中共呢现在就对美国很假指责 而人家美国当年如何把中国请进联合国 中华民国又是如何被挤出联合国的 当时的历史史实 美国很清楚 美国有很多外交文件都显示 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 要把中华民国赶出联合国 是中共在背后一手策划 搞了个两阿提案 通过两阿提案 最终就是把中国弄进联合国 把台湾挤出去 这件事情中共这个外交方面的权威叫熊向辉 熊向辉专门有他自己的一本著作 就是熊向辉他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你要知道中共高官他一旦要写自传 写他自己整个这一生中 他包括参与中共重大历史事件里面 他要出这本书 是只有国家的党史出版社才准处的 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他们审核批准 最终通过党史出版社来出版 也就是所有他们那些著作 都是中共官办的 都是中共党史认可的 也就是这些历史都是真实的 所以说呢熊向辉的这本书 他写的很清楚 他交代了当年中国是如何进入联合国 中华民国又是如何离开联合国的 从他的这本书就可以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 美国当时是否支持 要把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 把中国怎么样迎进联合国 这段历史呢 除了美国坚持自己当年的历史立场 以及一贯维护美国的立场 也就是保留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里面有一个席位的 他这个一贯的外交立场没有改变过 中共现在对人家的很假指责 你去看看熊江辉这本书 通过熊江辉的这个书的回忆录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当时的历史事实是怎么发生的嘛 可能有很多人呢不了解熊向辉是个什么人 熊向辉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是一个情报间谍 也就是中共呢他在夺取政权之前 一直有一个所谓龙坛三劫 这个龙坛三劫最早的是钱壮飞 这个钱壮飞呢 他就是避免了共产党彻底的灭亡 因为共产党早期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叫顾顺章 顾顺章他本人在汉口呢被国民政府抓捕以后呢 就是顾顺章叛变 当时呢是把很多重要的情报告诉了国民党政府 也就是在顾顺章从汉口押解到南京这个过程中 当时潜入国民政府里面 一个重要的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叫钱壮飞 钱壮飞在第一时间掌握了顾顺章已经叛变的消息以后 立即通知了周恩来通知了陈云通知了陈根也就是共产党的这些高级将领们 他们在接到钱壮飞的这个情报以后统统逃离 这样就避免了共产党所有的这些大小官员情报机构 在上海和在南京所有国统区里面的共产党秘密埋伏的这些据点 全部被国民党一举搅和统统消灭 也就是共产党本来灭顶之灾就在顾顺章投靠国民政府以后 共产党本来就报废了那时不弄好就吃你完蛋了 如果周恩来、陈云、陈根这些人都被抓住 都被国民党处决了以后 共产党说不得就没有他1949年能夺得天下的这个结果 所以钱壮飞及时诉讼了这个情报以后 保证了共产党的组织呢当时完好没有被破坏 因此周恩来对钱壮飞是把他定为叫龙潭三劫之首 钱壮飞的贡献很大 那么被冲为龙潭后三劫的呢 后三劫就排首位的就是熊向辉 熊向辉这个人是一直潜伏在湖中南身边 作为情报官员的 因为熊向辉他本人的身份呢 有民国高级官员他这个后代的这个背景 就是熊向辉的父亲 是民国政府在湖北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 也就是他有这个民国政府高级法官的这个父亲的这个背景 他本人就长期潜伏着呢 在湖中南的部队里面 在湖中南部队里面搞间谍工作 也就是大量的这些情报呢 都他诉讼给周恩来 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最终也就是瓦解了湖中南部队 最终中共战胜了国民党政府 也就是中共能够获得江山 绝大部分的贡献都在于中共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的很多高级官员 比方说我经常提到的郭汝贵 是因为郭汝贵出卖了张领土 最终也就是导致了整编七十四师呢 在孟良谷被陈毅和术毅的部队呢围艰了 这是指郭汝贵他潜伏在国民党内部 然后给共产党提供的情报 而熊向辉他就是在湖中南的身边 然后向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那么熊向辉呢周恩来相当赏识他 把他认定为龙潭三杰的后三杰 那么熊向辉本人呢 又有清华毕业的这个背景 他本人的外语也很好 所以中共建政以后呢 熊向辉就进入了外交科工作 在周恩来之间领导下 从事外交部门的工作 从1949年以后 他先后在外交部担任过新闻市副司长 外交部办公厅的副主任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 直接担任周恩来的总理助理 那么熊向辉这个人 因为在中共建政以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 尤其是跟美国打交道 他非常了解中美之间对立的局势 但是非常了解美国在外交上面和中共之间 他互相的名争暗斗 因此到了七十年代 毛泽东突然转舵 准备跟美国呢 就是发展外交关系 所谓小球推动大球 毛泽东打算跟黎克宗呢 缔结友好的中美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毛泽东非常想把中国重新回到联合国 在世界上面呢 首先要有话语权嘛 而联合国因为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 是联合国武藏之一 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 他就希望进入联合国以后呢 挤走中华民国 让中国呢 获得这个武藏的地位 同时呢 把蒋介石代表的中华民国呢 把它从联合国里面踢出去 这是毛泽东一直有这个想法 所以说呢 熊向慧是专门负责跟美国联络 做这方面的事的 那么熊向慧在他自己的一本书 叫《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这本书里面 就详细的描写了 当时中美之间就中国加入联合国 中华民国被挤出联合国这件事呢 他做出了一个详细的细节描写 他的书里面是这么去写到的 就是1971年7月份的时候 当时基辛格呢 以美国国家特别顾问的身份 以李克松派出的特使的身份 到达中国秘密访华 通过巴基斯坦了 也就是中国所谓巴铁巴铁 就是当时通过巴基斯坦 给中国呢提供的这个秘密通道 也就是基辛格是通过巴基斯坦 然后悄悄地访问北京的 到了北京以后就跟周恩来交谈 那么中共呢当时就告诉基辛格 希望呢就说美国能够帮助中国 加入联合国并获得了五常席位 那么基辛格呢回答周恩来是怎么说呢 他就说李克松呢决定 从今年开始起呢 美国可以推动 就是把中国呢加入到联合国去 那么获得五常席位呢 美国也支持 但是呢不同意把联合国里面驱逐中华民国 也就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 获得五常席位进入联合国 但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成员国呢 仍然保留在联合国里面 这是呢美国当时的太子 基辛格是把这个意见呢 转达给周恩来 但是周恩来跟毛泽东早就商量过 他们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要把台湾 就是把中华民国挤出联合国 他们坚决不同意呢 美国的这个方案 就是不同意两国中国 也不同意一中一台 他当时就告诉基辛格 你们这个是制造两个中国 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不会同意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 当时中共呢 他就策划了一部分亚非拉国家 主要以阿尔巴利亚 阿尔基利亚等亚非拉国家呢 当时提出了一个两阿提案 这个阿尔巴利亚也好 阿尔基利亚也好 也都是拿了中共大量的补助 加上呢跟共产党呢 都是同一个意识形态 都是属于共产主义国家嘛 也就是中国策划了这个两阿提案 在两阿的提议下 然后呢有几十个亚非拉国家呢 跟着他们一起呢 在这个联合国里面提出 要求让中华人民共和国 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并且呢要驱逐台湾 就驱逐中华民国 这是两阿提案 那么这个两阿提案 他提出以后呢 美国时任的国务卿叫罗杰斯 罗杰斯是绝对不同意两阿提案的 当时罗杰斯代表美国政府 当然代表尼克宗总统当时的意见 也就是明确的发表了美国的宣言 就是美国发表的这个国务院声明里面就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有权进入联合国 也有权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的 只要大家都同意 美国是支持的 但是呢绝对不能够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也就是中华民国仍然作为成员国 应当留在联合国 这是美国国务卿 当时代表美国政府 发表的国务院声明 也就是态度很明确 你中国来归中国来 但是中华民国仍然要保留 常任理事国可以让你中国当 也就是降低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面的影响力 把这个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拿掉了吧 但是作为一个成员国人家肯定要保留 人家是五常之一是创立国之一嘛 当时联合国创立的时候 中华民国是想当当的五常之一 是创始国之一 凭什么把人家创始国的地位叫剥夺呢 因为创始国就是美国前苏联 英国法国 然后加上中华民国嘛 所以说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中华民国 它的这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席位 美国当时就是这个态度 所以说美国这个态度 几十年来没变过 到今天也没变过 但是呢在罗杰斯发表这个声明以后呢 周恩来马上授以外交部 就发表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 这个声明里面明确就说 坚决不同意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现象 台湾地位如果没有确定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绝对不会跟联合国呢发生任何关系 他这个态度就表明 如果你们不把台湾赶走 不取消台湾联合国成员国的席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就不加入联合国 这是周恩来他发表的外交部的声明里面 他是这么去说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美国呢就积极呢做他自己盟友的工作 包括这个尼克松他给几十个 他的盟友国家打电话写信 以及美国的外交使节 跟各个美国的那些盟友盟国呢 大家都已经有了联系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同意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来 但是我不能够把中华民国赶走 而且无论当时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 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乔治布什 都跟那么跟大量的这个世界上 所有美国的盟国呢 谈了几十次几百次 包括美国愿意提供援助 国质队已经有援助的 如果你不同意美国的方案 甚至都中断援助 来进行各种所谓威胁 这是按照雄奖辉的书里面写的 也就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来 但是绝不驱逐中华民国 这是美国当时的这个态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基本上工作做的差不多了 而联大开会呢才十月份 在联大开会的期间呢 基辛格就再次到达中国来访问 因为这次来访问呢 基辛格实际上想说服毛泽东 就是同意了美国的主张 在基辛格到达北京以后 毛泽东马上就约见了 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季鹏飞、熊向辉、张文静、王海荣和唐文生 约见了这几个人 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在负责中国的外交 好 那么毛泽东当时就问叶剑英就说 为什么基辛格他选择这个时候来北京 那么叶剑英就回答他说 就说美国认为他们的提案呢 肯定是稳超胜券了 就是美国的提案是什么 美国的提案就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入联合国 获得联合国席位 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席位 所以说呢美国这个提案呢 当时呢这个叶剑英认为 美国呢肯定是稳超胜券 否则不会让基辛格这次再到北京来 来说服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关心的是什么 毛泽东关心的就是两个提案 能不能通过 所以毛泽东当时就问 大会提案过半赞成就能成立 那么过半数究竟要多少票 然后呢张文静就回答 因为张文静呢 后来是出任中国驻美国的第一任大使的 他说联合国现在成员国的总数有131个 如果不出现期权票的话 那么你要过半数就至少要达到66票 那么达到66票毛泽东就没把握了 他就问熊向辉了 阿尔巴利亚阿尔基利亚这个两阿提案 究竟能获得多少票 那么根据熊向辉当时的统计就说 两阿提案可能获得的票最多最多就是61票 跟这个半数66票呢还差五票 也就是满打满散最多是61票 就算66票给中国全部争取到 但是你驱逐人家中华民国 可是要这个130一个成员国里面三分之二以上统一啊 也就是在所有的赞成票要大于反对票里面 至少要达到三分之二 没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 是达不到把中华民国驱逐的目的啊 也实际上就是告诉毛泽东 即使是我们争取到两阿提案里面的过半数的票 也就是中国能够加入联合国 但是台湾你要将人家走没那么容易啊 中华民国你要驱逐他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 你现在连过半数的还差的五票 到哪里能够三分之二呢 这是当时的熊向辉 他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做的汇报 那么毛泽东一看既然这个情况 那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就算是把那五票争取进来 我们能进去但是中华民国还在啊 所以毛泽东当时就说 如果美国的提案通过就肯定是制造两个中国嘛 制造两个中国就把我们逼上了两个中国的这个贼团嘛 那么按照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就坚决不进联合国 我们继续做公告 也就是我们今天不进我们没关系 但是我们进去我们就一定要把中华民国赶走 这是毛泽东的想法 那么整个这个投票呢只是他们当时在预算 那么根本没有到投票的时候 结果这个事情出乎呢毛泽东的意料 也出乎所有美国人的意料 也就是联大呢在通过辩论以后很快就进行了投票 结果这个投票呢 居然给两阿提案获得了大比分的通过 也就是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西位的这个决议呢 通过了大比分的通过 并且驱逐了中华民国 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大部分的国家都赞成了 而很多国家选择了弃权 反对票就不多 也就是没有支持美国的提案 而支持了这个所谓两阿的提案 两阿的提案这个里面就很明确 一时要求中国加入联合国获得席位以后 并且替代常人理事国的地位 同时驱逐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那么这个提案最终通过以后呢 也就是联合国当时时任的秘书长叫吴丹 他马上就打电报给中国外交部 告诉中国外交部呢 说是10月25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第1976次不议上面 最终是76票战争 35票反对 17票弃权 通过了这个两阿提案 这一下子就让中国他获得了联合国的协位 而且变成了武昌 同时把中华民国就驱逐掉了 所以说这个峰回路转的变化是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的 那么获得这个胜利以后中共起行余设 也就是他们成功的胜利了 外交上胜利了 既战成了民国政府 就是把中华民国挤出了联合国 同时还战车了美国啊 所以说毛泽东当时就奚落基辛格啊 你看啊你们想搞两个中国 国际上不支持你们啊 亚非拉国家都支持我们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实际上是这么进入联合国 但是这个进入联合国 美国从来没有同意驱逐过中华民国 所以到今天人家布林肯要求中华民国 重新恢复联合国席位 是美国一贯的立场 历史上也是这样做 今天还是这样做 那么今天的联合国行事 绝不是中共像当年操纵所谓亚非拉国家 再搞个两个提案 就能够保住这个中共 它肯定在联合国 它可以为所欲为的 虽然中共花了大把的钱 俘虏了联合国的主要官员 包括秘书长 也用它的经济 锁定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 很多国家都支持中国的提案 但是美国现在提出支持 把中华民国重新恢复联合国席位 也得到美国的盟友极大的支持 在投标中未必中共能得到上风 很有可能以美国为首的盟国 坚持他们 这个让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协会的这个主张 得到大部分国家的同意 过了半数以后 那中华民国就可以重新回到了联合国 一旦台湾进入了联合国以后 世界上其他的国际组织 台湾都有资格加入 到了那时候就是全球所有发达国家 民主国家都跟台湾站在一起 中共就会成为孤家寡人 中共除了拿着他的钱去收买那些弱小国家 那些弱势国家 然后让这些人帮他投票 而这些国家每一个人到中国 首先就是打开口要钱 要完了钱以后喊两句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但真的投票时候 是不是跟中国完全站在一起 那不一定啊 因此投票就是那个过程 当投票的时候 如果支持美国的提案的国家 一旦超过半数 那中华民国就进去了 而拿着中国钱的那些国家 对于中国来讲 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嘛 那么钱花掉就花掉了 你还指望这些国家 能给你中国把钱还回来 因为习近平他推行的这个外交战略 就是大傻逼战略嘛 到全世界到处送钱嘛 问题你送再多的钱都满足不了这些人 欲贺难填嘛 也就是人家就明确的打到台湾牌 来给你弄钱 你看菲律宾那个总统 他每次就说我去钱 我就到中国去要钱 哪一次习近平都给钱的 但是给了钱以后 人家并不赞成你中国的立场 并不跟你中共沆穴一起啊 也就是嘴巴上高喊到设计行动时候 并不是完全站在你的立场上 而美国现在提出要求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 这是大势所趋 世界上所有民主发达国家 都会支持台湾重新回到联合国 中华民国重新光复他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 所有的国家都支持 加上台湾现在国际地位不断的上升 美国在坚持他的立场 因为美国这个立场不是变化 不是美国出尔反尔 美国从来没变化过 当年1971年时候 美国在同意中共 他进入联合国时候 就没有同意把中华民国驱逐出去 所以中华民国恢复联合国的这个历史地位 是美国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的立场 那么布林恩现在正式提出以后 这就不同了 这是国务院声明代表美国政府现在的立场 也就是美国政府现在积极推动 那么台湾他在靠着他自己在岛内本身实行的民主自由制度 也就是民主价值观 赢得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发达国家对台湾的尊重 同时台湾跟所有民主国家 他们彼此之间共同战胜疫情 互相往来 现在经济贸易大发展 台湾完全他能够获得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对他的支持 也就是中华民国恢复他自己联合国的席位 是非常有希望的 那么当中华民国如果被恢复席位以后 中共就难堪了 也就是中华民国回来以后 究竟是他担任武昌 还是你中共担任武昌呢 人家是创始国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同意中华民国恢复席位 那恢复席位就是恢复武昌啊 那很可能变成了是中华民国恢复武昌席位 而中共最多是在联合国里面保留一个成员国的职位 也就成为一个普通国家 只有普通票没有计权票了 这个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要还给人家中华民国啊 到了那时候我估计中共它要退出联合国了 因为什么在联合国玩不下去了啊 武昌的地位没有了啊 要不就是中共你把台湾打掉嘛 你看看中共有没有打台湾的能力 现在敢不敢打 习近平现在打共产党要不要灭亡 叫这么简单啊 好我们谈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呢 关于李克强他的办公室主人叫石刚突然被解职 中共呢他现在呢要找替罪羊 为什么替罪羊呢 也就是最近呢不断地爆发的这个煤电能源危机 这个煤电能源危机呢 包括限制电价包括整顿煤矿包括能耗双控 这些措施呢现在都不断地失败 导致现在国家这个物价费的这个电力供应减少 大量的外贸企业它的订单停滞 因为限电还做什么外贸订单呢 没有这个外贸订单那么大量的外汇又进不来 所以说现在这个经济上是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不断地发生以后 习近平把这个屎盆子扣到李克强头上 让李克强来承担责任 就是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的失职 是李克强没能把国务院领导好 导致了现在在中国出现了能源危机 由于国务院执行的错误政策 最终包括限制电价整顿煤矿能耗双控 这一系列的措施呢都完全失败 然后这些失败才导致了中国出现的煤电危机 那么由于李克强是主管国务院的这个政治局常委 现在国务院出问题的话肯定是离李克强被告了 所以说呢对李克强的处罚 首先在解除李克强的大内总管 解除李克强总理办公室主任 把他手下的一些人马把他庆署掉 这是习近平的二十大 为了自己巩固自己连任的地位呢 习近平做的第一步措施 因此李克强办公室的主任叫石刚呢 就现在呢被宣布解职了 石刚这个人曾经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担任过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他这个人是58年出生的 他是李克强的老乡是安徽同城人 跟李克强呢关系非常好 这个人是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 在上海交大呢是工学硕士 然后呢他硕士毕业以后呢 就进入了国务院的宏观经济部门工作 一直在国家发改委 他去的时候还不叫发改委啊 叫国家继委啊 在国家继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工作 后来呢他在胡温年代就已经担任了 这个发改委里面的综合司司长 因此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提升和重用 到了2013年也就是李克强正式入主国务院 以新政开始李克强是2013年被任命为总理的嘛 也就是李克强担任总理以后 他呢重用这个石刚 那么石刚除了李克强跟他关系很熟悉 有同乡情义 同时呢石刚多年呢在国家发改委工作呢 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处理国家经济和国家计划 以及相当丰富的经验能够辅助李克强担任总理呢 来执行国家全面的经济改革和经济领导工作 所以说呢在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 石刚就被任命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然后建总理办公室主任成为李克强的大管家 那么他一共跟随李克强十年啊 十年下来现在混得很差啊 也就是习近平始终压着他 根本不让石刚的职务得到晋升 也就是石刚在十几年前担任李克强这个大内总管 总理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就是副部级 他一直想升个正部始终没混上去 他连个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职位都没挂上 因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职位就可以算是正部级 但是石刚始终没混到 也就是习近平一直是压制李克强的人马和李克强的亲信的 你拿李克强的这个大内总管这个办公室主任 跟前任总理来比的话就完全不能比嘛 你对比前总理朱镕基 朱镕基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叫李伟 李伟后来担任了迎接会的副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是正部级 朱镕基另外一个办公室主任叫李炳钧 李炳钧后来担任了江系省委副主席 现在担任着贵州省的身上也是正部级 也就是朱镕基的两个办公室主任都是正部级 那凭什么李克强在他身边已经工作了十年的办公室主任 连个正部都混不上呢 从副部到正部很多习近平的亲信可以讲一年就实现了 也就是去年是副部今年就是正部了 而李克强这个办公室主任混了十年啊 十年前的副部混了十年以后 连个正部级没搞到现在还被免职了 连副部级也当不上了也就是正式免职回家退休 那么会不会去查处他都不一定了 也就是习近平现在是免你的事啊 过两天一翻脸的我就查你的什么贪污社会 把你送进清城了 他清洗李克强和清洗李克强周边的人士 实际上都表明了这么一个态度 也就是送我者上你我者嫖娼啊 你们这些人哪一个人不听我的话 我然后就给你们找到各种理由把你们送进清城 习近平他现在就是要清洗所有他认为眼中定肉中刺的人 不管是党内反对他的还是曾经结合成各种势力 对习近平他自己二十大连任有障碍的人 李克强虽然没有反对过他 但是李克强很可能成为他二十大连任里面有障碍的人 也就是李克强有一定的势力啊 那习近平就要削弱你的势力啊 削弱到最后什么 削弱到最后李中堂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连个太监跑腿的人都不行 那个曾经跟了他十年的人就让他退休 连个正部都混不上 因此谁还敢投靠李克强呢 投靠李克强也就是混十年 在他身边担任着总理办公室主任的人 最亲密的人混了十年都混不上正部 谁还敢投靠你呢 也就是习近平他扒掉李克强身边的所有的羽毛 斩断你所有的爪牙以后 最终对李克强就是扒了毛的鸡 也就是李克强他可能给你去干个委员长 也可能给你干个政协主席那种名誉职务 但是投靠李克强的党女一个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就把中共最高层全部控制在他手上 即使弄鸽巴摆设的类似于像李克强之道 到二十大有可能给他摆设一下 因为如果不摆设的话呢 习近平呢交代不过去 他毕竟他要留一两个跟他自己一样 年龄超零 然后呢第三届在任政治局常委的 他完全可以给李克强继续任一个常委 搞个委员长搞个政协主席 认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独裁 我一个人搞了第三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嘛 克强同志不也是这样嘛 他给李克强弄了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他自己做一个招牌 做一个党建牌 而李克强无论是当委员长也好 还是当政协主席也好 是没有丝毫权力的 也就是习近平会把李克强完全架空 而政治局常委也好 政治局委员也好 习近平把他控制到 所有的都变成他齐家军 也就是他支江姓军 最终习近平呢在二十当获得连任 确保他自己终身制的地位以后 然后再开始实现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国内的障碍都扫除了嘛 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实现了嘛 然后就东升西降 然后最终就是指示 中共驻白宫的这个支部书记 这个拜政华 拜登让他跟习近平紧密配合 东也升了西也降了 至少我不讲嘛 东升我们没看到 但是西降是不断的在降 由拜政华在白宫担任中共的支部书记 那么这个西降是一定的 那么降到一定程度以后 最终就是美国就被中共就颠覆了 中共不就这个目的嘛 红旗插遍前决 首先要把红旗插遍白宫嘛 当白宫上已经插遍了共产党的旗子以后 你还觉得世界上有哪一个堡垒 共产党还供不下嘛 所以说这个形势 我们大家就应该看得到 习近平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根本不考虑李克强跟他共事 这么十几年为他安全马术一下子害马功了 他到了这个时候 不是什么灰泪斩马术 而是卸磨杀女院 所以说手就跟着习近平的人 你别看那些在习近平身边混的那些风声水起的人 这些人随时都可以被习近平送进秦城 半军如半虎 这个话中国已经讲了几千年 到了今天 难道不在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 在他们身上一个一个去体验吗 好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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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